水田裡冰涼又有泥丘等生物 但很少學生能夠親自體驗 新竹縣關西鎮太平國小內 就有十平大的稻田 讓學生下田插秧 還要學生來除草和收割 今年更結合了故事劇場 表演傳統老牛梨田 和機械農耕的差別 更認識農村文化 排隊向三觀大地祈求春耕順利 關西鎮太平國小二十五位學生 帶齊斗粒 捲庫館 要赤腳夏天插秧 有四建會與社區媽媽的帶領 第三年重道駕親就熟 一年級新生 看到田裡的泥丘都好興奮 第一次插秧感覺 好好玩 有沒有感覺土壤怎麼樣 很冷很濕 我們剛剛有沒有看到有泥丘在裡面 有 之前還是第一次插秧 然後現在就是第二次插 會比較知道要怎麼插 那個節要對前面一個的 的秧苗對好 就很整齊 在竿子上綁上繩結 限制每位小朋友插秧的左右距離 將手上的秧苗分出五到七株 要確保整個根部全插進土裡 才算完成 夏天完就到全年不枯節的水鎮沖洗 體驗農人們的清涼小確幸 零點五公頃大的校園 用食品大的田地交到友善耕作 稻谷要七月中旬才能收割 四月小朋友還要在夏田 學會清除雜草 體會農民的辛苦 學生吃著湯圓當點心 都說要更加感恩珍惜 太平國小今年正式進入第三年的插秧 那感謝關係事件會 惠平小姐 以及社區家長的配合跟幫忙 讓我們今年的插秧的經驗更豐富 從鏡頭裡面可以看到我們的秧苗 今年插得更整齊 更有順序 小朋友經驗也已經到位了 那我們插秧只是我們課程裡面的一部分 我們今年申請的國泰圓夢計畫 我們把它納入課程 讓小朋友去透過戲劇 把這樣子的一個經驗演出來 東庭裡山谷間遍佈水田風光 有的用機器耕耘 有的人維持傳統水牛林田 在巫婆故事劇場 小朋友模擬傳統農耕 與慣形農業的區別 透過體驗課程 學習多元才藝 也更加認識農村文化